大陆今年的综艺节目呢 可以说是萌娃当道 不过我们看到另一头 大陆这个寄出了新的规定 十岁以下的儿童呢 不得接广告代言 也就是说断了许多同心们赚钱的机会 萌娃们跟着老爸登上大陆亲子节目 自然不做作的表现 让收视率高得吓吓叫 也让这些新二代 有了接不完的代言广告 林志颖带着儿子KIMI 今年的广告费赚到翻 而圆都督王诗林 也是当红的最佳代言人 小梦娃王诗林 镜头前开心卖萌 甚至还跟妈妈李湘 一起代言代言人 但在大陆广告法提出禁令后 恐将通通看不见 广告法出炉 明确规定十岁以下的儿童禁止代言广告 如果违法 利用十周岁以下未正面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可能面临撤销广告批准 没收广告费用及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新法一出等于断了同心们代言的机会 未来要在广告中看到这些萌娃宝贝们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记者影片与综合报道